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编列最具代表新乘务房价趋势 国泰房价指数的公司 房地合一2.0上路后 压抑了营建股的股价 加上最近不断的沙盘 全数的股票几乎都是一片绿 等了很久的买点是否要出现了呢? 股价价值是值多少呢?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也是回应网友留言的股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这是一个自律分享投资理财知识的频道 每期短转10分钟的影片 深入分析产业及个股资讯 省去你长时间阅读财报的时间 揭取最重要的资讯整理给你 如果你也关注这类的内容 那记得按下订阅 并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哦 如果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也帮忙点个赞支持 这会让这个频道能继续带给你更多的内容 那开始进入主题吧 国建股票代码2501 是营建类股第1号的股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建的基本资料 国泰建设 成立于民国53年 成立至今超过50年的老牌建商 股本115.96亿 属于大型股 是台湾首家股票上市的建设公司 为铃鱼集团成员之一 国泰建设经典的方正三房的格局 被称为国泰格局 前后阳台采光 加上方正的高效空间利用 国泰房子的品质一直受到市场的肯定 价格上也是很硬 行情通常会比同产品大约贵一成左右的价格 那国泰推案量算是很稳定 每年大约就是4到6个建案在推出 国泰很看好后续房市的发展 今年前4月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花了61列帝 是目前仅次于列帝王新复发的第二大建商 那在筹码方面 筹码集中度有到81.66% 是很高的水准 筹码很集中在大户的身上 大股东就是前面看到的 国泰退休金账户 集团的万宝开发 国泰人寿以及富邦人寿 都是属于很稳定长期持有的筹码 那再看看财务体质的部分 新五年毛利率24.2% 盈利率13.7% ROE9.1% 每股只有线心流1.94块 整体财务体质算是一般的水准 没有特别好的表现 负债比57.3% 在银件股中算是比较低负债经营的水准 股价净值比0.93 股价算是便宜低于1的净值比 后面会再说到合理的投资价格 那EPS的部分可以看到每季变化很大 这是银件股的特色 在上期划酷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银件股会计准则是采用完工任劣法 建商的预售屋需要在完工交务后才能任劣 所以都是会一次性任劣一大笔建案的营收 就会呈现EPS忽高忽低的现象 不过如果我比较了解银件股的人就会知道 银件股的财报中有两大指标 只要掌握了这两点 多半就能抓住公司未来业绩的发展了 银件股算是一个很容易预估价值的产业 比起电子业 银件股的报价与订单量变化都很大 银件股的未来性是非常容易掌握的 所以银件股是我长期资产配置中占有一定比例的族群 因为容易掌握就算遇到股价震荡也能心很稳 而且房价长期基本上都是成长的 打房多半也是压抑涨幅一段时间 拉长时间原来是随着通货膨胀而成长 除非有重大的黑厅的事件发生 否则这几乎是必然的趋势 那第一个指标就是存货 建商的存货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房子 没有房子卖根本就不可能赚到钱 而且房子也不可能一瞬间就会跑出来 一般来说土地开发到完工交屋 至少都要两到三年的周期 所以对银件股而言 存货是一个长周期的推移过程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是从2013年到2021年存货的状况 存货有分为土地、再建房屋与城屋 这三类的变化很重要 存货最好的状态就是城屋很少 房子卖得很顺利 黄色柱状图就是余物金额的意思 而在建中房屋就是灰色的部分 最重要的土地开发就是蓝色的柱子 而上面的曲线则是两年平均的EPS推移 可以看到2014到2015期间 国建增加了比较多的土地存货 并且在建中的房子也同时变多了 土地持续转为建案 往后的两到三年后 就可以看到EPS就开始收成交屋潮的结果了 这几年股价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为主要波段的上涨 那随后2016到2019年这段时间 新增的土地和建案动力就比较弱 也是看到之后的几年 不论是在EPS或是股价 也都是比较没有出色的表现 那再看到2021年土地又再次大幅的增加了 加上今年的第一季又持续大别勾地 往后的两到三年后 是又具备业绩成长的动能 但是以目前国建存货的分布来看 在建中房屋不多只有132亿 需要关注后续美积财报的是 这些土地是否都顺利地转为在建中的建案 这样才会更有信心把握未来带来的交屋行情 我也将在持续的追踪观察 那资产负债表中看到另一个重要的指标 存货后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负债表中的合约负债 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 IFAS会计准则变更后才开始编列的项目 在刚刚讲到的在建房屋中的预售屋 所收到款项都是列到建商的合约负债之中 直到房屋交入后才会将负债转为营收 所以这个负债金额持续成长 代表的就是预售屋持续有很好的销售状况 2020年总合约负债金额共45亿 比起去年度是成长了9.2亿 不过知道合约负债金额后 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知道各个建案完工交屋的时间 这是更明确的可以知道公司财报是什么时候EPS会爆发 因为瞄准的目标时间很清楚了 就可以提早一段时间就建仓等待机会了 看看国舰建案完工的时程表 2021年有3个建案完工 总销73亿不到100亿 EPS预估会比去年还要衰退 明年四大建案总销102亿 也是刚好过100亿门槛而已 这几年国舰业绩应该都还是不会太好 就是观察新购入土地发展的状况 要至少等到2-3年后新建案推升业绩 才有可能看到再大幅的成长 如果在最近这波股市修正中跌得够便宜 倒是可以提前把长期的资金先慢慢建仓 但是不用太急的就进场 配息部分 因为分配率大概是80%左右 算是配得很慷慨 长期殖余率是7% 也是很不错的水准 在价值评估的部分 从2019到2021年期间 国舰净值比均值在1.02倍 最低值在0.82倍 两者终点值在0092倍 普价均值在21.5块 年价在19.4块 大幅加码价是7.3块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短期内国舰应该不太会有业绩大幅的成长 不过子弹已经开始补足 准备上膛了 要密切的观察新建案推出的状况 那如果股价低到便宜价19块以下 或是甚至到17块左右 我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长期好的建仓机会 会很乐意的先提前建仓了 那这些分析 纯属个人对个股研究的笔记分享 并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 买卖前还是要慎重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经过思考判断后再决定买卖策略哦 那今天就到这咯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